最後兩個要教的叫做紅外線跟紫外線 不可見光裡面最靠近紫色的部分叫做紫外線 頻率跟波長最接近紫光的叫做紫外線 紫外線會產生很強的化學作用 我們又把它叫做化學線 紫外線的用數第一個可以拿來殺菌消毒 因為紫外線的能量可以切斷DNA 所以只要你是DNA做的 照紫外線會被它切斷 然後你就死掉了 所以紫外線可以殺菌消毒 有些它很多都有紫外線 那個什麼 生保殺菌光 細菌殺光光 就是因為有紫外線 可以殺掉99%的細菌 然後呢 有些什麼紅碗機也會負責紫外線 幫紫外線殺菌消毒 然後呢 但是 然後呢 它照射皮膚是會產生維生素D 然後可以幫助鈣質吸收 女生很容易骨質疏鬆 所以要你多吸收鈣質 喝牛奶啊或怎麼樣啊 但是光吃鈣質 吃鈣片是不夠用的 不夠的 因為你要有維生物D幫忙吸收 所以去外面曬太陽 去外面曬太陽 就有紫外線 就有紫外線 好 電影裡面它還有一個用途 殺吸血鬼 對 殺吸血鬼 好 刀風戰之爭 好 紫外線 因為它本身它是會殺 它會殺菌嘛 所以它會對你的皮膚造成傷害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公布所謂的紫外線指數 告訴你說紫外線強還是弱 要你小心注意 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學生也考過 不過學生考法是只要數數就好 不需要背這個 但是我們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就背下有15級 7以上叫過量 10以上叫做危險 15級 7以上叫過量 10以上叫做危險 以後還會再交 地標還會再交一次 OK 15以上 15級 7以上過量 10以上危險 一般老師考試只要我考這個 好 叫紫外線指數 紫外線有一個平流程 平流程我們要到三年級的地球這邊才會交 然後他說這邊有一段這裡寫15到40是比較誇張的寫法 大部分的指數都寫20到30公里 20到30公里 有一段的紫外線 臭氧含量特別多 我們稱為臭氧層 臭氧層 這個臭氧有什麼功用就是可以吸收紫外線 可以吸收紫外線 所以臭氧 我會告訴你說臭氧在地面是壞東西 臭氧是空氣污染物質 你的旁邊如果臭氧多 不要再給你臭 空氣脹 因為它天上好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幫我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會傷害生命 它會殺菌 會傷害生命 可以幫我把有害的紫外線過濾掉 可是因為偉大的人類的關係 我們發現南極上空的臭氧在每年10月的時候 會很稀薄 我們稱為臭氧洞 臭氧洞 那如果你有臭氧洞 就是沒人幫你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就會長驅止乳 就會傷害到地表的生命 那為什麼會有臭氧洞呢? 因為這玩意兒 活綠碳化合物 因為它有綠的關係 所以它阻礙了臭氧的形成 我們國中只有大致上這樣子教 我們國中基本上沒有教臭氧怎麼形成 也沒有去教它如何被破壞 就是學測有考 考的時候是個閱讀測驗 它把字寫在上面 你看完就會了 你大致上了解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把這個看一看 細節內容我們會在三年級的地球科學的時候教 細節內容會在三年級的地球科學教 OK 好 細節內容大致上就可以了 再來是紅外線 就是那個不可見光最靠近紅光的叫做紅外線 紅外線 紅外線跟熱有關 紅外線是跟熱有關的 所以它就說熱射線 照紅外線就會變熱的意思 照紅外線就會變熱的意思 會變熱熱的 OK 跟熱有關 紅外線的用途 餐廳用紅外線 應該跟熱有關嘛 我照紅外線就可以讓它保持溫度 現在有什麼 有一些怎麼撥碗 有一些什麼握碼 這麼遠紅外線 類似啦 可是它有發熱功能 什麼發熱液啊 什麼之類的 類似這樣子 紅外線產生熱 產生熱 好 要來保持溫度 紅外線晚上觀察 好 你在電視 電影上看到這些 晚上看得見東西的 可以看到有幾種 有一種叫星光夜視鏡 它是把微弱光線放大 通常這個鏡頭看起來都綠綠的 那一天綠綠的 那就是星光夜視鏡的樣子 另外一種就是看紅外線 看發熱的 那個影像是有點彩色的 有點紅紅黃黃啊這樣子彩色的影像 因為你會發熱 你會發出紅外線 只要你有溫度就會發出紅外線 溫度越來越多 然後就可以這樣追蹤 可以看到你觀察 它可以做追蹤 追蹤 像什麼飛彈啊 熱追蹤飛彈 就是飛機引擎會噴出被熱嘛 那個追那個 不知道那邊有飛機 追過去 追過去 最後一個熱多多的影像是扣紅外線 遙控 你們家的遙控器 基本上就是用紅外線 紅外線 所以理論上 你不需要對著它這個 因為它會反射啊 你打旁邊它還是會反射 還是可以接受到 還是可以通知 然後咧 你們搖晃上的話 通常會有紅燈有沒有 按下去會亮 對吧 那個 不是紅外線 那個燈只要倒是說我活著 我還好 我OK 紅外線你看不見 那個紅燈只要告訴你說我活著 我有在工作 IRC 我有發車這樣而已 那個紅燈不是紅外線 紅外線你看不見 最後一個 無線傳輸 很難用 很難用 現在應該沒有人用做玩意兒 就是紅外線可以做無線傳輸 以前有 因為那個很難用 要兩個對準 A對 B 要對好 然後速度又慢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人用做玩意兒 這是紅外線的一些功用 看一下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紫外線 注意一下紅外線 然後注意一下紅外線會跟熱有關 這件事以後我們還會再提到 紅外線跟熱有關這一件事以後 我們還會再提到 要注意一下了解 這就是有關的內容 OK嗎 OK 很好 結束